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空间站 节目开始 首先来关注我国大飞机制造业 我国16个重大专项工程之一的国产大型客机项目再次传来好消息 我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昨天在北京签订了20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的订单 那么至此C919的订单总数已经达到了400架 此次签下20架C919订单的是新业金融租赁公司 这标志着C919已经获得了包括航空公司 航空租赁公司等在内的国内外16家用户的订单 中国商飞表示 目前C919飞机已经进入了生产阶段 非常有标志的事情是我们前级生在南昌已经正式开门 按照我们的计划是明年大不断交付在上海 我们正在按照2015年底守备这个目标全力往前推进 400架说明了市场对我们C919飞机的信心 C919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干线客机 载客量和航程可以媲美波音737或者空客A320等著名客机的最新型号 同时在油耗和排放标准上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请不吝点赞订阅